欢迎收看10月23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慧如 马上看到本节的重点头条 陷阱局18号展示教育新型警用巡逻车证房车 原断暗言圆了大五国中偏乡孩子的出国梦 领馆处针对漂流木开放民众自由减食 关山镇原名转型正义代表协商会议 马上来看到的就是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台东县警察局 在10月18号进行了新购车辆展示的仪式典礼 由县长黄建廷亲自主持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黄庆辉也在现场 与大家一起来进行教育新购车辆 期望这次编练了1402万元所购买的47辆警车 未来可以继续的保护人民 也成为全国破案率最高战力最精良的单位 为了让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多一分保障 台东县警察局编列了1402万元 购买了47辆的警车 在10月18号上午举办了105年度 新购车辆展示即正要的仪式典礼 由县长黄建廷亲自主持 也教育了新购车辆 县长赞赏了陷阱局是全国破案率最高 战力最精良的单位 徐罗车配置各分座派出所 负责小区之恩徐罗打击犯罪 教室征防车及小型警备征防车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来教育我们今年花了1400多万所添购的新车 各种各样的警备车巡逻车 还有我们的警用的这些摩托车 总共47步 总共47步 刚刚看到这个我们警察通人精神抖手 而且加上这些新颖的这些车辆 我们感觉台东的警察的战力 似乎又提升了 那我要再次利用这个机会 肯定我们台东县警察局这个团队 这是一支不管在打击犯罪 或者是在维护治安上面 都是一支非常坚强的队伍 非常认真的队伍 那最近我们破获的各种的刑案 都非常的有效率 那么我们治安的这个评评 治安服务的满意度 也都继续维持在高档 我对台东县警察局的所有的同仁 要表达我们最高的肯定跟敬佩之意 县长也表示 台东县警察局在各项的评比 或者是警政署媒体所做的民调 都是居全国前几名 首先我们要感谢 先政府以及县议会的支持 在今年编列了1400万的预算 让我们来台湾我们 已经预领的警用车辆 那这一次我们一共 预购了 那个21部的巡逻车 26部的机车一共47辆 那这个车辆我们都发给各个外勤单位来使用 我相信有这些车辆益注以后 我们台东打击犯罪的能力 并能有效提升 那我们希望我们除了逐年来泰换以外 我们还要求我们同仁 要注意相关的车辆保养 也可以说是全国破坏力最高 站立最优良的单位 也为远景提供最精良的力气 相信远景有了这一批最精良的车辆装备之后 对于打击各项犯罪加强卫民服务的理念 可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会有莫大的帮助 东台讯用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终于可以搭飞机出国 这是大五国中偏向孩子开心说的话 这次由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策划下 也在圆梦天使的支持下 10月18号县长夫人陈林彦也带领了大五国中的师生 一行28人从大五到长沙 进行了一场学术体育等文化的交流 让小朋友开展了最大的视野 感动开心无比的精彩旅程 与大陆长沙的学生们一起交换礼物 或是吃着湖南的小吃 大五的孩子们用排完族的舞蹈表演 压轴的大会舞 也邀请所有人一起牵手共舞 10月18号由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 办理的云丹爱言圆梦计划 重点就是带领大五国中的孩子们 从大五到长沙 一起与对岸的孩子进行交流 校长许志明表示 相当感谢校友陈伯峰 与陈林彦董事长的协助 让大五国中的孩子 有这种学习的机会 县长夫人陈林彦也感谢 湖南省及长沙市台办 同时介绍台东的美好风景人文 欢迎长沙市的朋友来台东一游 并鼓励孩子多看多听 勇于发问认真装备自己成为人才 相信这样的行程 对来自偏乡大五国中的孩子 一定有正面的影响力 东来新闻综合报导 从10月14号开始 台东领馆处宣布一则消息 就是开放民众可以自由地 检实漂流木 过程除了要到领产物检查站登记 帮漂流木领一张身份证外 也针对特定地区设置了检查站 领馆处处长刘琼连 也针对此开放时间 还有相关的流程 为民众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终于让台东的民众 等到可以检实漂流木的这一刻 日前因连日豪雨冲刷 导致许多河床以及港区 皆出现大批的漂流木 对于环境以及船只运作 出现轻运相关等问题 为此领馆处这次特别定定期限以及时间 开放让民众自由检取 凡在地民众所检取的漂流木 经检查站人员 以辨识、检史以及登记后 随之将可以领取到一张搬运登记表 确保民众所拥有的漂流木 皆为合法拥有权 那我们针对这一次美激台风之后 还有那个爱丽台风带来的豪雨 那在台东县的海岸 已经累积了将近5000公顿的 这个漂流木跟漂流物 那我们除了在14号之前 我们也积极地去做一些注记 把一些珍贵的国家的财产 我们先做注记 然后搬运到我们的冲户场之外 但是还是还非常量 还是很大 留置在这个海滩 或者是一个保安林地上 所以到针对这些属于 我们保安林 或者是县政府侠馆的海滩地上面的 漂流物或漂流木 我们知道民众有很多的人 他们也对这个漂流物 也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他们也急着想要有所利用 所以我们跟县政府也协调了 就从10月14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开放民众 让民众去对于这些漂流木 还有漂流物去做他们 依他们自己需求去减食 但是呢因为鉴于过去 我们对于那减食的时间 我先讲减食的时间 一直到11月13号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尊重 我们当地的居民的权益 在前十天我们的开放 只是在那个开放地点的居住的民众 是前十天是针对这些民众 可以进入检食 漂流木的检食 那如果你们 我们民众没有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我们公告的方式去检食的话 那这会涉及到森林法 窃取森林的主妇产物 这个罚则呢就会比较重 那已经涉及到刑罚了 就是一年到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会并科罚金 那这个是很重的一个罚则 那另外如果是窃取到贵重墓 那还加倍 还要加二分之一的这个刑期 那罚金也会加倍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欠检食到这个贵重墓的话 一定要去取得一个许可 保障大家的权益 登记检查站目前将在成功镇小马 台东市海宝 杰蒂尔以及探马里乡西畔等地区设置 最后管理区也呼吁民众 在开放检食的期间 如实的红块 台湾扁薄 橘木 黄莲木等贵重的漂流墓 切无心存侥幸 忽略到临时检查站办理登记 确保资深拥有漂流墓的合法权利 东台新闻高志远台东市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台东关山镇日前 在公所三楼大礼堂 举行一场由政长戴文达主持 连同原住民族委员共同与会 进行办理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争议 与转型争议共事协商的会议 除了邀请很多的原住民代表 针对议题讨论 也推举将来参与方案的区域人选 目的就是能够让族群在证明上 都能够有所保障以及权利 蔡文总统先前已召集人担任一职 邀请12位原住民族代表 在总统府进行一场宣示在未来 帮助原住民以历史争议 与转型争议共事协商大会 蔡文总统不断提到 过去政府亏欠同胞的所有一切 从上任后将概括的承受 并且用言虑谦卑的态度 正式向民族道歉 人民同胞 大家好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 我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的三包 正式证明为原住民 这个证明不仅去除了 长期以来带有歧视的称呼 更凸显了原住民族是台湾原来的主人地位 但在这个基础上 今天我们要更往前踏出一步 我要代表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 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 在我们生活周遭里 还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道歉 而这个就是今天我需要代表政府道歉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以后未来不管是土地也好 原住民的权益也好 以前曾经落实掉失去掉的 要在这个时候给各位有一个转型的一个说明会 一直陆陆续续展开 由原委会下乡到我们乡镇 请各位同目来了解来说明 那政公所一定也是遵照中央的政策 各位之前的保留地也好 现在一直都做很多年了 保留地也好 原住民的一些权益文化 这些我们都一直在做 原委会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那我想借用今天的这个机会 各位同目各位长官 在会议中可以尽情的跟我们的委员来做讨论 以上祝今天的会议能够成功 在会议进行当中 代表们也纷纷提出未来相关的计划以及建议 身为政府代表的关山政公所 也将其详细记录下来 并会在未来协商当中提出更有效率的做法 让主群们达到共识 也让历史与转型正义一一的落实 东台新闻正会如高志远观山镇采访报道 因为尼泊特台风的肆虐造成台东县的灾情严重 为了让美丽的家园来加油 响应团结力量大与复原力的提升 县政府在10月14号的下午 举办了长青嘉年华系列活动 继模范老人敬老楷模的颁奖典礼 现场邀请到许景纯 施孝荣 南方二成唱等歌手 陪长辈们重温往日的情怀 也感恩协助救灾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劳与志工的热情 日前台东县政府在台东体育馆举办 长青嘉年华系列活动 继模范老人敬老楷模颁奖典礼 也特以撼动九九感恩祈福名歌演唱会为主题 由本县及歌手沈文成主持 并邀请到许景纯 施孝荣 南方二重唱 康志兰 周立文及哈雷乐团等六位歌星演唱 县长黄坚廷提到说 国内已逐步迈入高龄社会 而台东县老人连口是占最高的 在此特别说到台东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 鼓励希望家中的年轻人能返乡 台东县老人会的谢理事长 还有各个江镇老人会的各位理事长 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张机毅 张副县长 张总部门 还有很辛苦的我们社会处的曹处长 社会处的同仁 我们两位秘书 各位贵宾还有招揽副主任 各位敬爱的我们的长辈 各位台东的乡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店长好 今天各位来到这边 有欢迎吗 有 我们台东是老人家比例很高的一个地方 现在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 战兰人的人口比例已经到14%了 100个里面有14个人 是超过65岁以上的 但是我想我们过去这几年 怎么样想办法让老人家 活得很健康 活得很快乐 活得很有尊敬 这个是一直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不管在我们的很多的老人福利的这方面的办理 我们很多长照的或者日间照顾的工作 持续的推动 在全国来看 台东的平民 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希望 真正希望我们台东是一个移居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 也都受到很多的肯定 台东过去连续两年 是全国招商绩效评比的第一名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就业机会 反而找不到我们来做 所以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我们的长辈 如果家里面有年轻人在外地 我们实际上可以鼓励他们认真看待回到台东来发展 今年呢 荣获我们台东是活泛老人 好 五副五副全职 所以我们的这个江户县长呢 表现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也是得知于他父亲对他的 照顾 跟教导 今天特别恭喜 我们的张老先生 真的是一门豪杰 包括儿子啊家人啊 孙子都一起上台 来恭喜你 我们接下来是非男嘉里 恭喜 哦 台东县社会处 表示 对于老人社会福利政策相当的重视 也鼓励长者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更让长者体验到不同的生活经验 东台新闻 再来关心 日前在池上的大波池 展演了一场精彩的舞台剧 《妈妈万岁旅程2》 全剧呢 以特有温馨奇幻的手法 刻画出每位母亲对子女所有的爱跟关怀的表现 剧中融合许多印尼 菲律宾 泰国等东南亚文化元素 来借以戏剧 舞蹈 特技也掺杂了细腻的动作肢体的语言 展现出多元具有张力的表演方式 让在场的民众看得是如痴如醉 保古山基金会新剧团 这次来到池上大波池 与民众分享温馨感人的剧码 《妈妈万岁旅程2》 以细腻结合舞蹈的手法 刻画出妈妈对子女的关爱以及表现 现场许多大朋友以及小朋友 纷纷是看得开心不已 现场也邀请到县长夫人陈林彦 寻心慈善基金会蔡妇女 以及慈善香香长张绕成等人 一同与民众心掌制出 别出精彩精彩的表演 健康平安喜乐 上帝爱你我也爱你 谢谢 人既在台风以及大水侵袭的台东 希望这一次 华古山跟群星基金会 带来的幸福妈妈 能够带给台东平安 我再次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一切都很美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池上乡长 张瑶辰乡长 非常感谢新剧团 但是我们也勇敢的面对 我们更有希望 更有勇气来克服它 感谢新剧团带来给我们的正面的能量 也祝福在座所有的与会的贵宾 大家平安喜乐 谢谢 现场除了当地许多乡亲民众 听闻此剧团到池上演出 游客们纷纷是赶往现场观赏这难得的机会 看见此事 基金会特别为民众精心设计表演相关内容 新剧团团长蔡敏敏也为我们述说 这是表演的目的 我们今天在台东池上大坡池的演出 其实要非常感谢群星慈善基金会的邀请 我们法谷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新剧团来到这里 那我们来到台东池上 我们有五场校园的演出 那今天最后一场在大坡池是我们的户外公演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大坡池 是因为我们很期盼 我们透过这个作品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心灵安定的力量 那大坡池本身这个环境呢 就非常的安定有力量 那么我们的心也像大坡池的这个湖泊一样 当我们很安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就像大坡池的这个水波 它也是很安定平稳的 最后活动也将随着巨马落幕 画下完美据点 期盼下次还能有机会与民众一同坐在天然的环境当中 一同来欣赏这别出心裁精彩的舞台巨马 东台新闻温格齿上香采访报导 日前在台东市中正路的中华会馆举办 这一次的学习访式活动 文化处一文推广科邀请了县内各乡镇 13个社区单位的伙伴 前来参与这一场通试学习的课程 与市区的老街慢走 也品味了市区的台东小吃 政府二十多年来致力于社区营造推动 从理想的推广 人才的培育以及文化的保存 结合各部会 各级政府 民间团体 以及学术界投入社区营造工作 先进已逐步吸引各地 公共事务的社会风气 日前县府文化处在市区中华会馆内 决办了105年推动社区总体营造三期 通试学习课程 来自县内13个乡镇社区单位的伙伴 热情来参与这场保商小旅行学习课程 现今7年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 以及网络数位化普及趋势 已逐步完成开放个人议题社群参与机制之沿引 未来将借重新一代青年的热忱创意以及专长 来为旧社区艺文扎根以及创新 文件会到现在的文化部 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已经21年了 今年我们很高兴台东县有13个社区 来参加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 今天我们特别选在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中华会馆 办一个讲习会 邀请这13个单位的朋友 我们来分享我们台东保商小旅行 我们过去台东的母亲保商社区 整个我们做社照的经验的分享 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两年我们在推品格教育 也请各社区大家来分享 什么是品格教育 因为很多人都质疑或想知道 为什么会在社照里面推品格教育 因为我们现在在社会的变迁 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方面 已经大家慢慢慢慢的疏远跟荒废了品格教育的重要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品格教育是从人的内心散发出来 无形的气质跟价值 我们再来这边用一些很具体的案例来分享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与人带人接物处事当中 品格教育的重要 今天我们特别办了这个活动 用一些很具体的生动的案例来跟所有的伙伴来分享 也欢迎明年开始更多的社区来参与我们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 谢谢大家 社区总体营造对台湾而言 不仅是一项文化政策 更是提供公民参与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建设 二十多年来 民众借由社区营造来参加社会公共议题 重认识自己并了解在地 进而学习如何解决地方问题以及落实文化平权 促使台湾社会整体向上提升 进而创造全新的生活价值 如果一下子进来说 万一把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毁不见了怎么办 他就对不起这个阿嬷 对不起这个阿嬷 是他觉得他对阿嬷的承诺 因为他不能骗阿嬷 把他骗到手之后 然后做成他自己想要 他觉得这是承诺 这是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品格 東海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 金峰湘将在十月份办理了洛神花季活动 这次有路跑的竞赛 也将在十月二十六号的上午六点 在金峰湘振兴村下时客栈前 进行路跑的集合 这次有6K 12K 21K的分组路跑 沿路会经过樱幕平交道 新兴文化广场金峰湘拉湾桥 天空步道等也可以一睹金峰湘之美 报名日期即将在即日起到十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 美丽的洛神花在空中摇曳 金峰湘公所每一年都会办理洛神花季 今年还有路跑竞赛就在十月二十六号盛大办理 竞赛分为6K 12K 21K 沿途可以欣赏美丽的金峰湘风情 欢迎喜欢运动或者是想要一睹美丽金峰湘的民众 可以赶快在十月二十五号以前来报名 一律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 以上旋游东太宣布的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现在的上班族常在烦恼中午的时间 要吃什么才好 很多的餐厅业者啊 干脆就增加了一个服务的项目是商业午餐 不仅呢要让消费者吃的饱还要迅速 让上班族的一个半小时吃饭时间 可以吃的好又吃的巧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川味料理的商业午餐 每天中午要吃什么相信大家都好苦恼 尤其上班族在中午休息的一个半小时 真的吃腻了便当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来一个商业减餐 想吃的迅速又特别真的要好好找找 西南川味主厨为了解决大家中午时刻的烦恼 干脆规划了商业减餐 那可以跟民众讲一下有关于这个 这是公保鸡丁 那可以跟民众讲一下那个鸡肉的口感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食材去做一个料理 我们现在改选用鸡腿肉 因为它的肉质比较Q弹 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因为以往都是用鸡丁 吃起来干涩然后又小 外面的好像一般都是用鸡丁 鸡腿肉来做这样的道料理 应该称名看来是有点 对很高的 你已经在流汗了 滴血再做 这样子喔 那我觉得其实看起来每一道菜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来长生的民众 可以不妨来前往这边来探究竟 一刻两百出头 但可以吃到正宗的川菜相当特别 公保鸡丁套餐选用鸡腿肉 肉丁切的大块又厚实 希望让顾客不要吃到柴柴的口感 加上焦香还有花生米等等 好吃耶 真的 口感很好 感觉你没有骗人 Q弹的感觉 不会柴 所以一开始你就本来就是想要 用鸡腿肉来呈现这样一个柴 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样子 会不会一般民众会吃不太奇怪呢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好 而且肉汁也比较多 吃起来不会那么干柴 难入口 果然是配饭的好主餐 其他还有很多选择 不管吃辣不吃辣 都可以来尝先看看 东南宣布的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 新乐传播开创了飞行工作室 日前进行了开幕茶会 邀请到不少空拍机的好手以及会员 还有放长线钓大鱼的伙伴们 一起来参与 知名艺人脱线拔以及其他的儿子 陈嘉诚出席祝贺 开幕式中也特别以空拍机 吊挂鞭炮 来进行开幕祈福的仪式 工作室的负责人 郑大方以及潘志国两人也表示 工作室成立之后 会引进更新的空拍机型 还有为客户量身打造的专属机型 另外维修部分也有专人服务 还会针对飞行救援来协助紧急的救援任务 飞行器将鞭炮吊挂在半空中 大家都一起喝彩 新乐传播公司现在另外成立了 新乐飞行工作室 特别在10月16号上午 进行了开幕的茶会 邀请到很多的好友前往参加 包括有知名艺人拖县拔 以及儿子陈嘉诚 特别前往祝贺 他们店里面最精英的那一台空拍机 上去抓一只老鸡 载人上去吗 不是 上去抓一只老鸡 运回来给我们 真厉害啊 要买空拍机来这边 还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朋友们 也一起共享盛举 活动中特别用空拍机吊挂了鞭炮 让这场开幕仪式相当的热闹有趣 最主要要这里给大家报告 就以薪资大鱼的旗旗 我们承接过去的工作点 继续给大家的服务 下来要背后 要安装技术服务的 请不客气 尽量来找我们的麻烦 感謝各位 最主要呢 今天成立这个工作室以外 而同时我们也要成立一个 台东飞行救难协会 希望我们才能够参加 那救难协会的目的要做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帮一些消防局 或是宣政单位 有些空拍紧急救难 像我们上个月 10月1号就去帮消防局去救难三个 我们去救难 用救生意给他们 负责人郑大方与潘志国 会以为客户制作专属飞行器外 不管是空拍机 还是钓鱼用的机型 还有防水 以及支援救援任务吊挂作业 还会成立飞行救难协会 期望可以帮助社会 在紧急救难时可以协助地方 如果对于空拍机或是飞行器 有相关问题想要了解的民众 可以洽询新乐传播 东南宣布的综合报导 再来提供给大家一则励志小语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和生生不死的希望 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的小事 请锁定20频道 我是慧如 祝福您天天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 不记得 不记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